事實上在之前就開始傳出零零清清的 有一些感染的案例 所以事實上在上個禮拜 我們在端午連假那時候就啟動了快篩專案 已經完成了一些人 不過因為他的每天的流動性實在是太大 所以陸陸續續又一直傳出有感染案例 那在北中我們就發現有一個問題 我們過去的疫調是以戶籍為根本 可是問題在北農這種case這種狀況就完全不適用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在北農你知道 台北農產公司到現在為止感染確診了 台北市的占不到一半 新北的基隆的一大堆 那其實在台北市你知道 他也是分散在各個行政區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奇怪 我們好像不太不是很清楚 因為他感染他來北農上班 可是他戶籍不是在台北市 所以在疫調的時候 我就發現這種 當要跨縣市要做疫調的時候 這是一個問題 那有關於北農群聚事件 今天柯市長甩鍋 說有一半的病例 是來自於新北跟基隆 那我聽到這個 我不曉得侯市長 這個聽到這個話 吞不吞得下去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聽到這個話很不爽 因為我們兩位染疫的市民 都是北農的員工 也都是因為在北農上班而染疫 一個是帳戶的人員 另外一個是包裝的一個人員 兩個都是我們基隆自己做疫調 才知道他們是在北農上班 然後是在北農染疫的 那我們也把基隆 詳細疫調的一個結果 回報給CDC 而這是在6月12號 也就是已經是10天之前的事情 那北農的第一個確診案例 其實是在5月20號 到現在也已經整整一個月了 那柯市長這一個月來 我們看不到在北農的一個作為 而我們知道這大概也是 北農第三波的一個感染的事件 那我們要說其實柯市長真的是 輕忽市場防疫的一個重要性 另外今天台北市也說 6月19號有找基隆跟新北開會 那我要說柯市長跟台北市政府說謊 其實6月19號根本就沒有跟我們開會 19號沒有 19號之前也沒有 19號之後到現在也沒有